各位主持人 大家晚上好 那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上称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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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们对了一个奖励 那今天呢 第一个晚上的佛性的讲座 首先呢 我还是比较针对的观点这个方法 先从今天开始再谈一个净土方法 在还没谈一个净土方法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先要给大家简直的介绍一下这个佛 那这里面呢 我就分三个部分在谈 一个就是在谈在早期的这个巴含经里面 那么 为什么会有念佛这样的地方呢 那么 而且呢 这个念佛法网也没人 那除了念佛这个法网还有别的念念法 比如说 念法 念身 念诗 念天 念识 念戒 所以 简单说呢 这些法名呢 它们有一些公共性的 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资料 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念的意义在哪里呢 那 第二呢 接下来我们既然是讲到念佛 那我们也对佛有这个基本的了解 所以呢 当然也会伴助我们呢 在意念佛的时候呢 那么 有 觉得意念佛的时候 有一个正确的意念佛的方法 我们一定要理解 很多人很喜欢把这个 诸佛把它分开给它 当然 每一个佛 或者说的成佛之心 每一个菩萨 它的特殊 有它的特殊 但是 这是不可否认的 每一个菩萨 等到世界上的结果的时候 它们所拥有的这种特质是一样的 它是世界上的不同的特殊 简单讲 怎么那么说呢 那么 如果一个人用荒荡的时候 就去放荒荡 这个时候 那么 刚才对于一个菩萨的经节 跟佛的经节来说 它们在修习断烦荡上 那么 到哪种经节的时候 哪种荒荡也不再生起来 或者哪种荒荡它可能还处在 可能一些不是那么重要 不是那么大的荒荡 那么 这些就是每一个菩萨跟每一个佛 但是佛是肯定用荒荡荡 那 家里经节的时候 每一个佛跟每一个菩萨 简单讲 是它们的经节 是 如果到了家里经节 它们的经节是一样的 那当然 每一个的佛 或者是每一个菩萨 它可能有比较有特色 这就是为什么有佛有一个世界的 这个药师佛 当然 还有所谓的东方奥铸佛 当然 以进度法门来讲 其实最早是进度法门 多少理解 应该就是属于东方奥铸佛的法理 但是 中国特别中意 特别奥铸佛 特别能相应 那无理是有可能多谈点的部分 但是这边我主要要点出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佛如果一旦成佛 他们都是一旦成佛的可以 所以如果是既然出现的话 我们要这么去理解佛 我觉得先从去简单的方式先去了解它 所以换句话这也是让我们人跟佛 我们的信念跟佛可以更亲近的一种方法 不是硬性地说奥陀佛怎么办 奥陀佛怎么办奥陀佛怎么办 奥陀佛怎么办 不只是这样 因为每个佛都有 每个佛的整个的成佛特性 我成为佛的特性是一样的 过去的也一样 未来的也一样 我想只要佛基督的多人都了解 过去佛说的法 跟未来佛说的法都一样 过去佛说成就的特色 跟未来佛说成就的特色也是一样的 这样子的话你就比较容易理解 整个佛像的不管哪一个大法里面 他整个佛像里面的一个 应该是说他的同盒性 那么第三呢 这边呢 我们介绍了佛号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解释的先说一下 这个所谓的这个 叫做遗孽门 这样子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们这刻度要这样去开展 好的 那我们就先开会我们这个派的里面 因为我这个稿之前也找不到 所以我这边就不记得了 那就是这个 这个港里面有一个叫佛像讲 这样子 这有一部经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经 叫高传经 在八六年 这个叫当家的所得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经 我刚才出家的时候 当然比较在这个 我们要备一些经 有些经像 经像经的 曼可说的 经像经的 像这个慈悲经的 和三叉经的 这些都是比较备的 因为当家的家里面 有些事都不够够了 有些祝福的 但是 这一部经验教 大家都是这样 就是高传经 好 高传经的这部经验 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经验 我觉得 这可能跟我学佛的 一些关系 因为 我还没有出家 所以 他跟出家之前 我跟我们大概一样 我说一样 比如说 我就是装备在西部 这个净土法 然后 常常就是 搬来 这个 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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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所谓的 第一种鼓 每一个星期 至少一个月两次 我们都会有 这个 所谓的 叫什么 我听说 就是浪子 然后就做这个 这种鼓 这些 无论如何 我要讲就是说 我为什么会特别 喜欢这部经验 一个原因呢 有一次 我 那时候 因为出家的时候 并不想在这个 庄业世间的环境 简单讲就是 到了很穷的地方 正适合要看 然后 而且有自己一个人 实际上 语言又不太 那些人长得另外黑 所以 这方面的条件 其实 有时候会 其实长得蛮孤独的 一定会的 虽然 小儿子 小夜的时候 可能不太知道 但是总是 有什么 无情的压力 另外 就是 因为语言 不通 文化的国家 所以 大家可以知道 出家 也尤其在一种 相对来讲 金鱼跟 各方面的环境 没有那么举备的时候 当然 而且我不是出生 一个很穷的家 所以呢 基本上是 肯定受蛮多的疆障 那 在那个时候 我也讲就是说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 这部经验 因为这部经验 可能也是 所以我们一定来 学佛的一种 开始 进入佛的 这样的一种 相应的方式 就是 对佛的一种 绝对的一个信心 我刚才说 绝对 我不认为 他是不是绝对 但是至少 我认为 我们一起学佛 主要是 就是因为 我们对佛 我觉得它很伟大 是不是这样 对啊 对啊 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当然 我们知道有少部分的 不是这样子 那 所以呢 这部经里面呢 其实 主要是谈到说 有次师尊呢 这一根 出家的弟子讲 他就说 如果 因为这个 一般 在这个 弊度的神话里面 我们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 天界里面 他们如果 就是 基本上 他们如果是要去 打仗的时候 他们要去打仗的时候 他们会 怎么样呢 他们会恐怖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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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战场不恐怖 你这些要到战场去 对不对 有些国家 他会打车正人 你知道吗 就是 那你不会恐怖 比如说 你虽然是说 守军居 对不对 但你真的到战场去 是不会怕 不会怕死 是不是 会怕死 所以 有时候 他们是 在现在的时代 他们可以打车 就是战场 要他们计养 才会觉得有行战 那他一直换一种就是说 你知道古代嘛 一般在你要去战争 要引入战争的场合的时候 你会这样 古代就是在看着那个 就是听着那个鼓声在中国 他要敲了那个鼓 那你忘记了这个恐惧 你只是听你的鼓声 杀 全是保罪上 所以 然后呢 或者是说 当然很重要的还有就是 那个将军啊 或者是比较 那就是 统帅啊 这个经队员 不管他还是什么样子 如果这一次的经历出去之前 那么 那个主要的 他应该拿着一个旗 对吧 就是代表这个 比如说拿着这个旗 拿着这个旗 然后你就看着你的旗 就往前进去 对吧 所以为什么 在那个时候如果 你小鸣 被拿到呢 齐叶叶的 鼓的鼓呢 他们 大家都 一定不退 不能退 这个 这个主要有的是 因为那个时候呢 以前没有这样的勇气 那 我现在讲这个是 因为啊 如果有一天啊 人在海外 或者是个人 那么不管你生病啊 那么 不管你说 你遇到这些愉快的事情啊 因为文化上也没办法 无论是说 在影视上 可能刺激了 你也刺了怕 对吧 所以 中路群的一个人 会让你造成恐惧 或者 会让你造成怀疑 未来的理论就是说 在学法的这个行业 这个道行回退 破坏主义 有没有 有没有 从来没义过啊 对啊 那 我当时以为 每一国不一定是好事 我们讲的 失败 来成功这个文化 我所谓的一国就是说 你如果也不知道 你这个体验 不然你也得当前 反而有时候 有点坚强 那么 我也不这么讲呢 当你一个这种体验的时候呢 那 当你如果你有时候 一样伤知识 会告诉你 那你就 可能就 心力挺不全 但是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总是不能 年晚上睡觉 就靠上知识嘛 对不对 像一样 你睡觉 所以 你甚至要睡觉的时候 你会难以物理 可能是烦恼来的 可能是当心退的 可能是有事情 那种产生很多怀疑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要 需要 我刚才讲 就是你需要一种 心 那么 就是这个 这样呢 这个 钢传品 其实就是钢传 这样 你可以这样 比如说 当你在 好像去战场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去战的时候 尤其 比如说 如果这样去处置修行 一个人到 就在你里面去 你这样 把分战出来 这样 比如说 像这样子 这样子 比较高的天 这样 我想说 像这样 你如果害怕 甚至怎么样 那你可能做了学 就是转身就跑了 但是你知道 在以前 他们出家人 你要站在他的环境里面 你都不要害怕 当然 这个不要害怕 你不是说 嘴巴脱水很好的 就是 你一定要去 断念起来 那么 这个经就 以这个来说 他其实说到 在古代 我有一些时候 在以前 或者在天界里面 对 等他们有个战场的时候 所以他们这些人 都会起恐怖心的时候 他都会告诉他 看着我这个船班 就是像气氮那样 看着我 所以你就不会恐惧了 那么呢 而且你看着这个船班的时候 你还要知道 这是水达 对不对 如果这个船班 然后突然间 被迷人的一个船转 你说你还有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有这种 但没有 对不对 而且这个人拿起这个棋 一直 一直觉得 他是英勇无力 对不对 是不是 比如说 最弱小 最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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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了解吗 所以这个棋里面前面 就讲一句说 所以 这个人拿着船班的时候 看着这个船班 看着我这个威力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如果 所以 如果 你没办法 那么 这个天使里面 就记得把你讲的 他说 如果 你拿着这个船班 没办法 遗免着我的威力的话 遗免着我们上面的威力 可能是更高不成的威力 好 那么 刚才他继续讲不同的船 这个就是在印度里面 这个文化里面 让人家感觉上不惧 不会害怕 对 就是看到了一个船班 好 然后意念的就是船 那 那 出家族嘛 你说 甚至我们现在也学着佛的 那 但是没有恐惧的时候 当然 不能像 军免里面打鼓啊 对 那 或者是说 诸识这些什么东西 那 我们也不能像 一个像 诸诸语 这三次不经历的佛的就是说 其实 当我们都没有恐惧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 也没什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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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突然跟我讲说 他有事情要出去 他不接不接 如我这里的佛的佛的佛 我的佛的佛的佛 那我们的佛的佛的佛 那突然间 他离开不久 大概四个东西 没有电 就一天一天 那没有电的时候 我也是有电 也不是很东西办 印度里面 跟身手都看不到 我不是 那你怎么样呢 你当然是那个坐在那边 是不是 你们觉得 继续坐在那边 你也不想把你弄办 你也不想帮我跑 这样 所以你们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好死不死 在那间的佛的佛 然后 那里面 就突然看到 一个白色的佛的佛 飘来 飘去飘来 飘去飘去 然后我们坐在那里 看着说 这是不是佛的佛 我刚刚想说 哎呀 不要哭 鬼来就算了吧 对 我是那么想 我是毕业 但是虽然是毕业 是常常想 从你眼前的 然后 就是这个 就是念佛也好 或是心的心也好 所以我常常 但是心里都爬不下 因为我很好奇 最后面是个真鬼 然后他们坐在那里 看一看 看一看 看着还在那里 两次 对 我就想说 现在是什么 是鬼 还是什么东西啊 是 是 然后 又没想到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又还是那种 好情形的时候 他还在那里 就眼睛一张一点点 看 好像在那里 白的温暖 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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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在看 真的有点 眼睛是真的 那个时候 老大人想的是什么 鬼啊 多恐怖啊 他敢不出现啊 长得怎么样 好 那个时候 越看越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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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 人就开始发起抖耳 那 我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在发起抖耳的时候 后来 那个 因为 反正我觉得我不怕 但是很久一点 而死了 我昨天觉得我不怕 但是 因为你在那里待很久了嘛 因为黑暗什么都看不到 哇 所以在那里 跟他好战 大概好多 至少半个小时 看得到漂亮的光学 漂亮的光学这样 但是我的比赛 已经开起来没这样 然后后来呢 我真的很怕 但是我也不觉得很麻烦 其实就觉得很麻烦 突然是电来 电来 才注意到那里 十块每件 白色的衣服在那里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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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看一看 我这种故事可以告诉你 但是我要讲一个事情 是说 但那个时候呢 我并没有记得这部剑 我也并没有 其实 在另外一段时间 我倒是有了 所以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个经验 就是说 基本上呢 我并没有记得这部剑 所以说呢 如果当初我记得这部剑 的话 我作为那些经验 哦 我就转型在 比如说 这个佛的地方 有没有 我就一念在这个佛的地方 所以我说一念什么叫佛 什么叫无奈 什么叫恩公 什么叫正面前 什么叫理性 有什么叫三十十年前 那个时候 说不定啊 就算是真的鬼的仓 我怎么叫做 我也不敢担心 而且 感不好 这个重点呢 还帮助我去修行 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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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觉得不重要 但是在你的人生一面 有天你遇到这种痕迹的时候 有天你到罹患 然后你突然间一下子习惯 跑出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 千万不要叫鬼啊 第一件事 有人要叫佛啊 你来啦 懂吗 这样就代表我们的念佛 颜色很好 所以这部剑 我想 这个我都是在讲八点 我们这里回去看 这部剑 主要是想说明 如果我们有恐惧的时候 虽然故家有这么说法 但是我们当时我们 我们要遗免这个佛 那我们也要再介绍 所以呢 就算你的毛孔 怕到脏起来 只要你的当下的 遗免那个佛的话 那你的恐惧心 就会有点了 有时候呢 别不遗免那个法 别不遗免那个法 尤其是你的修行上 比如说这一段 你才知道什么 这个法不是你所说的 就是你猜想的 是你自己可以看到 是这样子的 你也可以念这个 那当然你也可以 一念一个生 比如说你能知道一些高生 不管是过去的 不在世的 或者是现在不在世的 这些高生 真的都会有 这个就是这部剑 主要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第二部经 我在里面 就在这里面看 这个里面 其实最主要的 对部经 是说到说 当一个人病痛的时候 他病痛的时候 他有一个方法 他病痛 你知道吗 有些孤单 那么在病痛的时候呢 他怎么去消 消除病痛 那他病痛感觉 没有那么的病痛 没有 那么这部经 那时候 这个家帐篇 这个大尊者 就告诉他说 应该 还是要 以这个是否怀疾的 前面讲 对佛的绝对的信心 对法的绝对的信心 然后对深色绝对的信心 然后对深色绝对的信心 跟对实际 对监狱的信心 是绝对的 不会退传的 那么 这是四个 那么 这个就是 这个是 早期的经典里面 有一些例子呢 说明到说 这个念佛 对 至少念佛 其实 就是 就像 我们一定 在谈到晚生之前 他其实对于去除我们的恐惧心 当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 能压制 或者是能压制 我们对身体病痛的这种痛 痛出来 是有很大的作用 了解吗 所以 这些概念 我们也要知道 所以 不要 当他念佛 你自己想到说 我就是晚生才叫念佛 一定要理解 念佛 这个反而是很拐单的意义 那么 然后呢 这个信仰 信仰的佛人 念佛的佛呢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 去除我们的恐惧 就是简单讲 不管你的恐惧是怎么样 可能你的恐惧是 甚至你的恐惧是 怕你的先生 有万语 或者是太太啊 先生他 太太的万语 他有万语 这一点呢 都是恐惧 我讲的就是 这是一个恐惧 就是 只要能念这个念佛 我们去除你的恐惧 这样 这个概念呢 很重要的 然后 当他还有一个身体病痛的时候 也是可以用这个念佛来翻身 让那个 让自己跟前进入佛法 而不是让这个反而产生 而且 因为自己的病痛 还要让人家 发生 那么 那么 下面的这个第二页里面 我那边有个叫八念 和十念 这个例子在里面 那么 只是 最重要的是 要告诉大家说 当我们谈到念的时候 我们说 我们都没有一些戒的概念 其实基本的概念 就是要知道 尤其是念 除了有念佛 还有念法 还有念神 还有念天 念天就是念 就是天宗 天见 还有念诗 就是故事 还有念语 比如说 你们在诗诗 八戒 在念佛戒 有些人是这样的想 他说 哎呀 诗诗诗诗诗诗 我刚刚没有去想 不是叫你去想 而是叫你要知道 神赞叹 能真正的 要了解 诗诗诗诗诗诗 知道吗 如果你连诗诗诗 都没办法赞叹的话 你就不如诗诗 听得懂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看 我今天因为诗诗 我少玩都不犯好 点一点 点一点 开始暂谈 有诗诗诗 然后或者你可以怎么想 啊 我因你诗诗诗 所以呢 我可以 至少 我会堕入一个三额两 我会堕入一个三额两 三额两 对吧 这些 都会帮助我们 在心情这样的进步 对吧 对吧 天宗再告诉我说 师父 我心空的 我常常住在空中 空心中 你居住这个之中 那个时候呢 我会有很多话来考虑 你究竟是住在空心中呢 还是住在你屋中 所以简单说呢 在佛教来学佛法来 最主要先开始 你一定要先分别 善和恶 然后呢 如果是善的话呢 善的话呢 一定要知道如何把持这个善 如果这是恶法生起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用这一块方法踢出去 好 这是最基本的 只有你做到这种基本的功夫的时候呢 你才可以告诉我 师父 我现在住在空心中 那这个 所以这边 都是给一些资料理由 打个看一看 那么 就是说 这个念语人 除了有干动态 意语念 还有家 还有念语 还有比如说 还有我们的尝语方法 像我们的出入习惯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熟习惯 也是有没有出入习惯 那另外一点就是练习 那这个但是在比较难 基本上 有点像说 就是 我们常常地念 有助可以放下一个圈 但现在在放下一个圈 还是能应用上这种正念 让自己登陆这种三位 这种常地 所以叫做练习惯 那除了这些练习惯之外呢 有时候我们也有这个大念 有时候我们有实念 那么实念里面呢 基本上呢 就是 还加了练习跟练习 练习 练习基本上就是 身体的器官 所谓念识呢 就是观照自己 知道所谓自己的 如天是这样的实 这样子呢 这样的想法呢 有些人们会是很消除 或者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都会说 这个东西 或者叫做像 但其实在佛家的看法呢 当我们读的这个 这样像的时候呢 有点滥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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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相对来讲 有点像 有点滥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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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们讲个简单的问题 不是 如果今天我宣布 宣布告诉大家 或者是说 你们很不信的 我给你看医生 医生说 你只有两天的生命 你还一起做什么吗 你本来很很多的人 你还去 你是给你挂他吗 有没有 或者你本来 对你的钱是 几千万在你的银行里面 哇 每天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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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想那么多吗 对我 对我 你还不得想那么多 对 所以 所以念识的意念 其实就是 其实在学习这种方面 也算是重要的 有时候你有意念说 哎呀 反正等生啊 就像我今天送的课 这个课 怎么念语啊 无上所疑啊 前面的诀是什么 那诗人已过 诗人已过 乌上水里 诗人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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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里面还有这些乳俊团 一般的经济 简单说就是 就是每天的日子就破 没有 就好像챙人已有 漁啊 因为漁上来 水里面 水越来越伸 什么 生命就越来越短 是不是 所以呢 从无常里面 从知道这些生命可能要随时都会有灵命的 这样的光大会激进我们 会帮助我们提起一个正念 也会帮助我们提起一个正念的时候 不会放映想去休息 所以这就是实念里面增加了一个面识 我们就讲到这里面 我们就跳一跳一跳 我们先看一看 回到前面的那一句里面 看在哪里去呢 我们看第一页里面 佛中教导说 要念佛的生命 就是念什么呢 你们看这一段 你们会不会对你的佛的诗号 你们可以一起背给我听 你们如果念佛八识八佛 你们都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 比如一句 然佛如来 有没有 然后应公识 有没有 再我们试试看 一 二 三 然佛如来 应公识 他应公正片是 明启主 上师 世界前 佛上师 调遇战录 天人师 佛师尊 要不要 我们等下一个更多的法文 那这里面是写 如来至真等正觉 临行成为 上世 世间体 无上世 道而一 天人 世 浩佛 众无忧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也是不同的翻译 好 来 我们第二段来解释一下这个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对他这个了解 真的这么重要 还有另外一张 拍下来的一张 有些佛女套的那一张 像一 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 如果当我们有任何的时候 有任何的烦恼 或者有任何的恐惧 或者说当你的信念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时候 甚至可能你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 那但是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那你现在呢 你就开始在佛教来讲来 佛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呢 就是要我们去念佛 我们已经讲过了 在这个念佛里面呢 我想大家可能最熟悉的 在反正社会里面 看这些美佛美佛的佛 那这个时候呢 有些没发觉呢 是很不利用的 因为你的信呢 尤其当时每个人的背景都远 每个人的手远都远 或者基础佛教可能都没有关系 都不一样 但是呢 有时候你会发觉很有用的 因为呢 至少呢 当你现在念的时候呢 你的心呢 就很清静 那么 心呢也自然的也有什么反弹 但是有时候呢 你发觉 诶 昨天还好啊 今天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这是一个人 然后 所以呢 这边呢 我说一说好 睡了我们在学阿弥陀佛 念佛 我们都会跟你说 就是我们念佛一生 罪业和尚 我想就听过很多这一位人 但是呢 简单讲就是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呢 我们如果一个人 对佛 其实是我念佛 我刚才讲的 不是口念 就是我们对佛 对佛我们的心啊 对佛的 绝对有一个信价 其实他讲一讲 如果我对佛念佛 虽然是说一个口感念 你知道 我们有很多人 很多口是心非的时候 那有时候很多时候 我们口感念心在想念 你们自己的老师 照顾好 我都有提示 你们想一想 今天我们要你跟那个念经呢 就是 就像叫你站在那边一个小时 那时候就会半个小时 你自己想一想 你真的有多少的时间 全心 全力 完全 尖尘应该怎么讲 尖尘应该怎么讲 投入在这个圣经 但如果你能做到一半 你应该是不错的 因为有时候你说 因为我啊 师父 我口都一直在唱 我没有停啊 我跟你讲 连歌手 歌手也知道 连歌手也知道 他有时候唱的时候 他都没有办法 他的心里头在那里 所以他歌唱得不好 对吗 对吗 所以连歌手都会跟你照顾 就直接告诉你 哎呀 其实我唱的时候 有时候 我心底里应该想得了 所以这个影片 反正 其实这个 我觉得 对于这个罪内和尚 这个概念 简单说 我们如果有心 在这个 在三十七年里面 到时候看到 其实 私心 私心 即佛 私佛即心 有这么说 简单讲就是 如果呢 我们的心呢 如果真人 心就非常的虔诚 对对这个佛 先不要谈说 我一定要奥一同佛 要是佛 要是佛 这个都是一分别 先不谈 就是说 你如果你的心 就完全就能真的 就诚心的 就对对佛的时候 那个感情就是清静的 我们的心 如果是在想的 一个出家人 想的一个高神 又是不一定是清静的 因为为什么 有时候 我们想的高神 有时候 我不是说绝对 可能我们会想说 哎呀 我想他把我做什么 对不对 其实这么贪心 要不要 或者有时候我们得 但是 但是 你当你心里面 意念一个佛 的佛的时候 就是 意念一个佛的时候 完全全的时候 你如果你真的懂得 什么是佛的话 简单说 你能意念你的心 是反向的情绪 而且 如果你的念 你的心 都一直能 住在这样的佛的 这个佛性里面 那么你这个清静的心 就会有人更绝 当然这个里面呢 就会产生所谓的念佛善非 善非 善非的意思就是 就是第一种 那就是 如果你能把这个心 能源在这个 清静的这个佛的性里面 不管是佛像也好 我先简单解决 但这里也有一些分别 先不看 那么呢 那你呢 其实呢 你的心就是自然的清静 所以说清静的心呢 你就跟佛就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 私心济佛 私佛济心 就这个意思 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呢 我们也总是 接近这样的佛呢 就是 从佛的这个功德里面 去了解它 然后呢 我们要常常能 到我们的心呢 在心无堂入的以后 能完全的 可以装住在这个佛的这个功德里面 这也是在 刚才我们来部期里面提到的一个方法 这里面呢 我们先了解 刚才我们谈到什么 佛有十个名号 有没有 就是从这十个名号里面呢 让我们这个心一直 一直意念 一直在内部的佛有名号 然后让我们的心念 没有没有想法 只有这个佛 那么 那么 由于同样子呢 来达到 越来越接近 对佛的这个体系的了解 好不好 OK 那 这是一个 这个思想 这是一个念佛里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极权 那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就是一般中文的翻译就是 叫什么 印功 印功 那这里呢 印功呢 但是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 欧罗汉 欧罗汉呢 我们要这样了解 有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就是指 但是正对一个语言来说 为什么把它叫做 是欧罗汉叫做义功 第一个意思是因为 它是远离地远离 远离什么 因为一个正道欧罗汉 像佛这样的人 它是完全远离在这个烦恼 完全远离地烦恼 完全远离地烫 完全远离地烫 跟沉 跟吃 第二个 说它是破贼 什么是破贼 那这个都是跟它 这个字 这个字 来演变的 是说它是破贼 因为呢 它把一些烦恼的像 因为贼样 就是你本来 你一个亲近的心 但是呢 你本来用好的东西 或者是说一个贼进来 就造成了很多的烦恼 所以这点破贼意思说 就用点没有想那个问题 没有烦恼的意思 第三个呢 要了解它 你记录也很多都没关系 但是至少有记得一个 第三个呢 就是破负 为什么叫破负呢 因为这个是 跟佛建坦的元气法有关系 那么简单起来呢 元气法里面 有十二次元气法 第一个元气里面 就是它的务力 因为有人死 所以我们有身口依照照 因为有身口依照照 所以我会同路 会入胎 因为我们会入胎 所以我们都会有所谓的意识 我们有这个物质 就是跟这个肺物质 就是所谓的这种心理状态 结合在一起 因为有这种结合 所以我们有眼 有耳 有鼻 有蛇 有声 有意 好 就是所谓的六路 因为我们有六路 所以这个六路的眼睛 我们一看到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点噬 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点噬 鼻子 闻到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鼻噬 鼻噬 所以我们产生味道的时候 我们产生味噬 就是一知道这个东西 那整个身体感触到东西之外 我们会产生受觉 对吗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意 就是我们的心 想到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有想大生存 OK 所以这六个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六路的 我们就有处 因为这是别把别开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因为我们有处的话 我们有这个感 这个处就是也处到颜色 小想演示这个处 我们一定会有爱 爱是什么 贪爱 一定会有贪爱 对不对 告诉我 你们谁不想看不想听不想 闻不想 修不想闻不想感觉 不想想 会吗 不可能 因为他有一定会知道 只有这样 所以呢 因为有贪爱呢 你自然就会有知取 对啊 你想他永久 或者有时候你想他不要永久 对不对 或者甚至有时候 你就希望他多威脸 整个整个多威脸 这就是知取 那因为有知取 你自然呢 就会一定 因为有这样的知取 你自然就会 一定会出生在不同的地方 OK 那么 因为你会有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呢 等待不同就是说 你就会 有可能是出生在一种 比如说 可能在欲界里面 在色列里面 那因为你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条件呢 所以你一定会出生 OK 一定会出生 所以不管你出生的时候 你是经过哪一路的出生方法 不管是太生的 暖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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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好 不懂 太生就是说 就经过舞台 你叫太生 暖生就像鸟一样 它是 那个 看我的鸡蛋 有没有 就像现在鸡蛋里面 然后鸡蛋破了 化身 基本上像天中一样 它们不需要化阴的 它自然就会化出来了 好 同情在哪里去 好 还有四身 好像 四身有点像说 我们现在那种细菌一样 好 只要有些条件给它了 它不是 不需要慢慢暈了 它就可以慢慢就站出来 这样子 好 那么这些的 不可能生命的 生出现的这种 态度的形态 所谓的四身 那因为这样子生 我们一定会有 怎么样 一定会有 拉和屎 我们一定会有 酸辣 一定会屎 OK 我们一定会有 酸辣 因为屎 的话 我们就一定字 呢 肯定会有忧 一定会有悲 一定会有苦难 比如说对不对 因为不对的群聚这样 对 对 对 所以说对不对 OK 所以呢 放过来说 但我这个媒体讲了很多 放过来说 如果我们到过来看的话 如果没有悠悲苦难 那么就没有老死 如果没有老死 这样子简单讲 如果没有很老死的话 就没有悲苦难 如果没有生的话 就没有老死 就是 倒过来看 所以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样呢 这个叫做 这简单讲 就是在我们叫 十二因缘里面 顺转跟立转 顺转就是 知道我为什么这样 立转就是说 因为这样 造成这个样子 因为那造成这样 那么就是顺转到前 立转就是说 如果没有什么样的话 什么事都会出现 如果什么没有的话 什么都会出现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此无故丢 此灭故丢 那么佛陀呢 因为呢 他在这个菩提处下 正如这样的一个元气法 那么呢 了无了解的四地方 所以呢 所以他把这个呢 连接起来的这个四因缘 这个东西 像四因缘 连起来像一个轮子一样 把它打破了这个佛 佛就是像 那个叫他车 不是有那个 那个叫佛嘛 但都断了 所以这个佛就不会再形成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轮回 就不会再 不会再 所以为什么叫 硬弓呢 因为他没有再轮回 所以叫破伏 了解吗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学佛的很重要的因素 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佛的崇敬 可以说 佛为什么离天 天神跟他 因为天神还在轮回 但是佛没在 他这个 因为这个轮回 这个 这个跟他 彻底的看破了 所以 没在用 这个境界是 在这个 这个法上来讲 或在这个真理上来讲 是最大的 的现象 你要讲 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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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以前 如果有一位导写下来 可以写在这条上 你听我很多 的解答 那第四个 他也叫义工 是因为他最值得收共亚感 因为没有人比佛 这么样的回答 所以更值得收共亚感 当然我们中国一般的说法 就是因为 我们如果共亚的佛 我们的福报就更大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佛的 佛 就是因为断了一些烦恼 所以他的福报是最大的 当然我们如果人可以共亚他 我们自然重的福报 也更无尽 第五个 他也叫义工 或者叫欧罗汉 佛 这个名字叫欧罗汉 叫义工 是因为他没有永远的福利 他没有福利 简单说 对他来反 他所使用的法 没有说 哎呀 今天 我是某某大王司 来 我传你的法 我不传别人或是传你 或者留一手 等到最后的时候再教你 没有这个 这个 所以叫欧罗汉 他永远知道 一个圣者 像佛这样 他已经没有摩执的 完全没有摩执 完全没有摩执 好 所以一个 就算一个出国俄国的人 可能还有摩执 有时候他想保护一些摩执 但是 对于一个三国 或者一个欧罕来讲 他完全没有摩执 没有 他没有摩执 所以没有说什么 哎呀 怕你不强了 他有地位 你知道吗 然后啊 怕你完全虚亡 所以他有意思吗 没有这样 还有啊 他不去藏他自己的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 反而被你藏 所以他也不去藏 你知道吗 不会说 在面前表现得好 给你看 在背后里面 其实他可能还蛮快的 是这样 所以说 我完全没有摩执 所以他不会有异体来保护 而且 他也有什么东西 没有隐藏的 了解吗 所以呢 当我们知道这个时候 所以 当你在意念佛的时候 也知道 硬弓 硬弓 那你开始也知道 硬弓是什么意思 了解吗 那你问 夜圈子去意念的时候 其实 慢慢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四分钟 五分钟 你会发觉 越来越高兴 越高兴 越高兴 因为你的 你的心 所相应的 就是我 的那个观点 不是你 因为你想自己的话 哎呀 有时候自己在 这么难看 对不对 你会烦吗 是不是 有时候想自己 哎呀 昨天做错什么事 也感到内疚 是不是 或者要不然 让你自己还好 昨天安慰了很多 如果两不起 产生你的傲慢性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不是 都不对 但你当你意念佛的时候 你这种心完全不会生气 你只有一种谦卑 有没有 但是不但 最主要还不是 你前辈 自然的心 是有情景 而且你会 只要你能专心 只要你能专心一致 再意念这个佛 但是佛又叫做应共 应共是什么意思 如果他们了解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你就自然流入这个佛的 这个我们讲 流入佛的这个佛系里面去 通过这样的方式 第二 什么叫做三秒三菩提 我这里翻译叫等正觉 三秒三菩提 或者是我们翻译成三秒三菩提 有没有 那么等正觉呢 什么是意思呢 为什么叫等正觉 那么 一般这个汉系里面 解释的是等正觉 是因为佛能自觉 能觉他 能觉醒他 好 这能正觉 现在讲的是说 佛是没有老师 和自己证明的 而且呢 他不了自己 因为没有老师 证明这样子 这个最善的涅团的法 之外 他还可以教导你自己证明 因为他能教你这样 跟自己证明是两个事情 这个是有差别 可能差别有时候 是因为人意善的差别 但有时候 这种差别 是越来越有差别 对象 那 这个 这个 比如说 你自己学了 不想去教你 你教人家很累 相信我真的很累 有什么样的人都有 有的人呢 可能开始对你很好 到时候 学了一点东西的时候 他就 鬼巴一扬 就走掉了 这个 其实走掉不是 这种文明文的主要是太奥曼 到时候他就开始要骂你了 这个很复杂的事情 就是 简单讲 简单说 这是教人 是一个愿意 也是一个 要能教 还是一个愿意 第二 还有他们也是一种 要能力才能 这样 所以 佛律师讲 自觉他也是 不单是自己觉悟 他能当你的觉悟 就觉得他 而且呢 这种觉悟里面呢 因为他本身跟一般的 沃罗哈 不管是上神洛哈 大罗哈 他能力度比他们更强 所以呢 所以说 觉醒缘满 因为他能教导 这个觉悟的方法 是最缘满 最好的 也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呢 我就可以打 基本上呢 等正觉也可以解释什么呢 所以 因为他是一切法的正觉 所以叫等正觉 因为呢 他完完全全地了解到 简单讲 完完全全地了解到 一切苦 一切苦的原因 一切灭苦的原因 而且一切怎么去修成灭苦的原因 他完完全全的了解 所以叫做等正觉 这里有一句话 以佛陀的一部句没说 他说 应该知道的 我已经知道了 应该修的 我已经修了 应该要断的 我已经断了 所以他说 我 我就是等正觉 理解吗 所以说佛陀我们 其实他有一个领号是定功 我们第一个领号 他有第一个领号 就是等正觉 或者三秒三复 当你的意念他的时候 你念完的领功之后呢 你在意念三秒三复 因为等正觉的时候 我们先听到 听过正天字 中文翻正天字 比如翻正天字 那你趁一念正天字的时候呢 那么你要知道 他是一个自觉 那什么叫自觉 也要知道 他是因为是觉 他 什么叫觉 他单位也知道 什么叫觉醒的原码 那单位也知道 或者你从这边了解 他因为等正觉 因为他一确的苦 他非常了解 只有了解一确的苦 他才了解 怎么断这个苦的意 有没有 就因为他知道这个 这个苦的意在里面 所以他能断这个苦的背景 有没有 就因为他能断这个苦的意 所以他知道怎么样 总算正确的断苦的意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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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解吗 所以这样的一个思维 也其实也帮助我们的思维 我们这个反 这样的 是不是啊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 它也叫做明行主 这是翻译成明行居住者 主呢 等于是就是教 其实本来这个 要误解 这本的意思不是政治教 这个是中文的翻译 其实主是具足的意思 这就是主是具足的意思 明白吗 就是具备的 完全的具备 具备的什么呢 具备的这个明跟行 明呢 有时候我们讲三明 有时候我们讲八明 或者有时候我们讲六明 我因为时间关心了 我只是大概给你讲三明 或者可以大概讲神明 就是像佛教 如果你要谈神通呢 谈神通好 神通又叫做明 明跟神通是大约同一个词 但是明跟神通也有差别 一般呢 谈神通呢 就是不谈 第另外一个神通 神通跟明呢 佛教的持续上是有差别 明的意思 其实它也是一种神通 但是呢 它是有智慧的 那么神通呢 是可能没有神通的 所以它佛会也有三明 或者六明 可能也可以这么讲 三通或者六通 但是也真正的佛教 怎么会叫明啊 不把它叫通 因为为什么 我刚才讲 因为明一定是表明智慧的 通不明智慧 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以三明来讲 第一个就是 他知道他自己人 数十 一四 两四 三四 四四五十到一千一万十 那个叫做 数明明 数明明 知道过去的数明明 第二个明呢 就是知道的生死理明 简单讲 他不是知道自己而已 他知道别人 他可以看到一切众生的 他等到生 怎么佛 怎么成 怎么佛 怎么成 这个山河大地 怎样的生 怎样的灭 这座山在这里 多少亿万年前 那多少亿万年前 更之前更只能有这座山 像这位的 所以这里有水 后来怎么没有水 简单说是通有一种常观的 今天我教你一个情节呢 有点像在整个的 这过去几千亿年的历史呢 都在这个产生里面 可以继续看到 有点像看到 常满上面 所以呢 这样 但是这种的人 他不只是 数明明是看自己的 然后或者说 有生死的光明明 基本上就是看到别人的 这样是因为 不然你看自己 可能就那么久自己 才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 原来众生的实践 所以你可以看到 众生的工业是在哪里 表现的 神话的话 对别人有更彻底的 一种表现 不只是对于自己的别人 它是对于众生的别人 也会很理解 所以这里面 就分第二个名 那第三个名 那第三个名 就是所谓的肉精明 就是因为通流了这种 之前的那种圆形光 然后看到这个宿命 这个宿命的神灯 这个宿命明起来了 然后就看到上面 这个生死轮回 这样的一种明明起来了 然后呢 它就更彻底的看到这种业感 对 就是这个因果的关系 页的这样的一种复数 它更看 更透全 那么从那里面 趋入了这种圣道 圣着它这样的基地 所以呢 达到了这个所谓肉精的时候 从此就没有在大几次了 这叫做肉精明明 当然我们有时候通俗也在肉精通 是 严格的时候不能讲到 严格的时候不能讲到 但是这个 看这个条件是刺激 那还有当然 它有的这个名呢 一般可能有些修行的人都可能有 那么 但是呢 但是通 但是对一个圣子来讲像佛 最伟大的圣子来说 当然这叫做肉 因为 如果通呢 对一般如果没有智慧的人 他会忘了 那么变成一般也感应的一心 但是呢 对于佛来讲 指智慧的话 这种东西 这种通话 对我们一般世间世俗的人 用的是一种神通的话 所谓神通 但是对佛来讲 他只是用来 要度尝尝用 而且他都一切是给你们看的 要不然 这个很重要的 我刚才讲的简单例子 要是说你写词的话 从前面找问题 都不是在跟你学法 都是在跟你解决问题 对啊 对不对 对 他从那边真的知道说 应该学法是什么 他们只是希望说 师父啊 帮我看一下我的前世吧 呵呵呵 我为什么今天这么倒霉啊 对不对 假设真是的 假设真的是个师父 他不懂的这个东西 他真的就懂了 你假设 他跟你讲 但你又配你的啦 不太配了 假设真的是这样的事情 那么 听他的造型 解决你这个问题 但是你过了 年几个月 又有问题出现了 对不对 你们老师告诉我 你第一个面对我一下 叫什么 在一起找我的师父 师父啊 你再跟我们看一看 对不对 那么呢 自己永远 也不会再攒两个智慧 OK 没有这个骄傲学法 那个神每天 用你一心一种神动呢 可以让你更幸运 更顺利 是不是 说老实啊 谁不想顺利的 但是我们要懂佛法 才能知道啊 如果你的人生是有生命 没有利益 好像是看对境 是不是 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是违反的这个 宜众的法则 是不是 我不否认了 我也不想利益 但是我至少在佛法上 不能理解 这也不会发生的 这个就是宜众的法则 如果我们学佛法都不了解你的道理的话 我们不是白学人 是不是 对啊 不管你过于相信科学 过于相信神通 而且用故障式的去相信 都会造成疼破 比如说相信科学的人 告诉你今天发生了什么 今天发明了 有什么医药 吃下去 立刻就 对不对 你刚才去广告 有些什么电视 比如说你开一看到里面 哎呀 吃这个怎么样 都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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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可能你第一次吃一口下去 觉得 真的摆了一点 对不对 在印度很有名的故事 以前玩小时候 在印度里面 因为印度 就是 有些印度人长得比较黑嘛 他都很显白 所以他们就相信那个 baby powder 那个婴孩的 那种 双生的 叫双生的 叫双生的 有个叫 双生的 双生的 反正就是 你叫那个 中 中生是什么 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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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中生的活 你会越来越古啊 然后 那种粉啊 然后他们那时候有白 所以那这个妇女啊 我都常常涂那个 他们涂色驴 就白白这样 好像是妇女 但是涂了之后呢 真的看起来好像是白的 然后我觉得是真的是这样 不过我肯定相信 多少少心理做的 但是呢 重新就相信这个 然后 只要一天哪天出门 没有用这次粉 擦一下 就肯定不舒服 那些部分的自己一定很黑 对吧 这种就是迷信的你 或者是吃什么也就是这样 有时候这个东西的就是迷信的好 都不了解这个宇宙的这个法则一定就是变成的 我并不是在我院前把我养好 但我是说会有迷信的一些 失可而止 什么都是这样的 那么第四个 上次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犯了比较长 这些又不是我把它用来说话 不要让你们太辛苦 什么叫做上次 而且明行主的行 你们自己看一看 这个行是什么 就是威仪 还有佛陀的这个威仪 还有它对于这个根本 比如说它会反复这个根本 失忠心知道这个量 知道什么时候盖起来 这个信啊 惭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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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文啊 静静啊 念啊 这些的七个 它加上四种禅定 所以这种十五个法 它都是 它都是 它当到不实的方法 佛陀都 不实意思就是说 就是我们中文一般的 所谓不实就会说 我们一般的所谓 不生也是谁 所以大家有涅槃的方法 就放下来 它的举举 所以叫灵跟情的举举 了解吗 简单讲 简单讲啊 佛陀不是一个 因为它具有种神意 灵就是神意 它在位方面 在生活的作性方面 在它的一般的人性 你们可以看到表现的方面 都适应了 你解释了 这个概念很重要 有些人学佛的朋友说 啊 我今天成佛了 但这个都是 这个有点夸张 我假设了 他就说 因为我不执着 现在我可以随便成佛 这个佛教没有实在 一个真正的一个成佛 或者什么心情高的 他那个戒指 跟他的行为 然后跟他的所修正的 是一体的 没有所超越的 有点 有时候人家那么超越 就是说 我修得更高 所以我可以不需要把它整高 没有这样子 而是修得越高的人 一夜是窃虚 一夜是惨悔 干嘛 要怎么 所以这个是要 它是一体的 不要说 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人要讲 哎 你今天脾气不好 就直接说 道祥今天我真的很烦 所以脾气不好 不要说 我脾气不好 是给你看的 我学习可当得了 那我是假的 但是我也真的没有假的 但是呢 这个要解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说 我可以做一些不好 有借口 但佛家里面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你修得越高 你自然就直接 就一一跟你成立体 那么所以说 为什么说 为什么叫做 就是明行存在 为什么不只是讲 你看佛家很明显 还有讲信念 就是说 它除了神通之外 它行为都具备了解 所以为什么说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是这样的长大 所以我们依恋的这个 运功 我们依恋的正片 是我们依恋的明行主 我们接下来 我们还要依恋上司 什么叫上司 虽然这个 我记得大支度论 大支度论就是 就是诺书菩萨写的大支度论 是把上司 把它解释为 就是说 是因为佛陀 我记得了 可能我记错了 就是说佛陀 因为去世 好的地方说叫上司 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 如果是这种解释 我觉得有点可待 可以 就是可待三点 因为 其实佛陀这个时候 是佛陀再世的时候 所以才能赞他 才能这样去意念文化 所以不能把上司看成 他能去世 他说佛陀还在 他至少摄存还在 了解我讲什么吗 所以上司 这个词呢 这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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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这里解释得很好 他说 上进行故 上妙处行故 正行故 正与故 上司 所以这叫上司 那么 那么 点来讲就是 因为这个词呢 Gata 像你们那里的词里面 Gate Gate Pala Gate Pala San Gate 那里的词呢 心经 Geddi Jeddi Jeddi Goro Jeddi Goro Jeddi 同一个词是Gata Pala 就是从Gruhan 就是从那个重的意思来 就是行 我们心意思就是重 或者来的词 或者去的词 那么Gate Pala的词呢 它是Lotative 在意义放上 就是去哪 去哪 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了解 来哪 来哪 这个字当然很明显 就是去哪 去哪 Sugato 就是善的去 或者善的来 因为你知道就像古文一样 你要看三千元才知道 它是说 它是当我们的层次 还是它去哪里 你了解为什么 你了解吗 所以也可以翻译 来也可以翻译 去 反正就是代表到来的地方就是 可能是来的自己 或者到来的地方去 那么这里呢 所以它为什么翻译说 十年也叫做四 简单讲呢 就是世尊的十年都是善的 都是静的 都是当静的 都是没有污浪的 所以 因为偏静而没有污浪的 所以 是叫做上司 对不い 所以佛陀的一确认 行呢 简单讲他不管去哪 行为呢 都是没有污浪的 所以叫做上司 对不い 那么下面还有更多的解释 我们这里 简单的讲就是这里讲到说 当佛陀过去世在菩萨的时候 在兰登佛受祭的时候 在兰登佛受祭他之后 菩萨那时候他 就是三千三会 所以记得 对啊 他是看好了 不然你睡觉 我自己有意思 佛陀在过去世跟兰登佛的时候 他才是个菩萨的时候 被兰登佛受祭为将来会成佛 叫释迦宝的佛 他那个时候叫什么名字 来 随大多点有讲 什么叫三戒 三戒 没关系 我回答 没问题 这里没有写 好 没有讲 大家都没讲 那我们自己收起来 那么这里来讲呢 他完成了三十个菩萨 简单说就是 当他被收起的时候呢 他当会被收起的时候呢 他要需要那么节奏很高 所以当他把那个头发布施 给那个 简单讲他要让南无佛准过那条烂瓶吧 所以他把他的头发 铺在底下 让他过去的时候 这种心是完全的谦虚的 不是一种说 哎 我想要得到福吧 他没有讲起来 他自然的完全的一种对佛的尊敬的时候 就铺在那边的时候 当他经过的时候过去的时候 那么阿根佛就问他 哎 你是谁啊 他就告诉他的名字 那当然阿根佛那时候就可以知道 原来他这个人 过去是一纪人修这个菩萨 所以也知道他将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也知道他 什么时候还有多久 他就会成佛 就好像一个种 很会种树的人一样 下来就没办法了 比如说对树的了解的 一看那个菩萨就知道还有多少天 就会熟了 你要懂吗 对吗 就想一下 所以他就那时候就跟他 受其所好 你还有多久 你就会成佛了 因为像他这个是 他的大宝业还能讲过 南生佛 这个佛里面的菩萨 他当然知道水力有种能力 水力有种能力 还有多久他有种能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然后他这个菩萨 就是想去忘了名字 里面也没有想起来 他就那个时候 还没有成释迦摩尼佛之前 他就想到说 他要把他的沟业 两边嘛 上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他就意免他什么沟业 做了什么沟业 做了 然后呢 然后就这样子他 在一个阿里战性的基在 他就要我们去 被完成三四种菩萨 简单讲是四种菩萨 那是做三种不同的圆满方法 所以加起来是三四种菩萨 所以 简单说就是因为这样 过期一直以来 佛陀从他写菩萨 当然成佛 都是脱油这样的 最后呢 这个果实啊 这个佛果啊 就一定有熟的 所以他就成佛 所以努力他上识 了解吗 了解吗 所以就是说 佛陀一直圆满他自己 圆满到最后没有办法再圆满 已经把他已经 那个水都已经满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而成佛 所以 所以叫他善识 可以解释为他善来呀 善去呀 简单讲就是 善识就是说 他完完全全的这个 这个一个形容已经是最善 最好的 那么除了这个佛 还有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人 还有佛还有什么两个人 他是时间前 我现在快一点 他是因为完全了解一个时间 所以叫时间前 那我这里如果有时间 我大概讲两个解释 有四个解释 先讲两个 一个人所谓时间 所以说什么呢 佛陀音是时间前 他就是时间前 这个世界就是自从我们 眼里的彼此的生意 好 真实 听得懂吗 比如说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还有比如说 你们已经来到美国了 你们是不是来过美国来的 当然是人不是在美国 别跟我讲没有 你们从不同的地方来的美国 或者是什么 人们从不同的地方来的美国 或者是说来的专业师 你们对东西的看法 一定是跟没有来过美国 看法不一样 是不是 为什么 没有 因为这个是你 透过你的联合 一时生 整个造成对这个世界的要求 有没有 有没有 你解释了 当然了 也有可能来到美国之后 你可能 看法 有些人认为 哎呀 就是 广东外有句话 我才干 就是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 我的上司 就是我的上司 或者我的太太 我的下司 什么都没有了 有没有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生里面 就是为了就是 哎呀 买一个大屋子 可以住在他里面 可以告诉人家 我住的最大的屋子 走起来 走起来 行李风 有没有 走起来 特别为风 有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你的世界的观 我也讲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世界 是这么了解 就是通过你的身口 最后呈现出来你自己 但是没有人 比佛更了解这个大事 对不对 当然 因为他解脱了 他更了解 简单说 你在这个里面 被束缚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被什么东西 被束缚了 好 所以这个世界的了解说 所以为什么说佛是世界界 是因为 他知道可原本是生命所造出来的 这个世界是个无论的世界 所以要讲世界界 另外叶德的了解 什么叫世界 那么这个就分七世界里面的 所谓七世界就是说 好像是物质存在的 这个世界里面 也就是说 然后有这个异聚的天 有这个世界 有异聚的天堂 有世界的天堂 有无世界的天堂 整个的宇宙 佛陀也佛陀 这个佛际里面有很多 有提到佛陀佛陀 你还想要到天堂去 怎么去天堂 但是天堂里面有什么不静静的地方 然后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解脱 这个 所以说佛陀 称为它是世界界 有四个解释 我先用两个来讲 一个就是因为 就是灵魂必实生命所造就的这个世界 佛陀是最了解的 那我和你说你对这个东西比较 还不知道自己的眼光多么小 那第二个就是佛陀对于整个宇宙 这个世界变成的空间 像我们呢 感觉你自己了解 你实生的世界 你感不清了 都变成了整个大宇宙的世界 你解释了 所以为什么佛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特质 很特别的特质 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那么下面第六位的无上师 为什么说无上师 因为它的功能 它的戒 它的定 它的会 它的解脱 跟它对解脱的之间 这种的见解是最好的 所以叫无上师 了解吗 那比如说沃罗马 或者是一国恶国 或者是修的比较低一点的 那么它虽然有解脱 但是它可能解脱的之间 也没办法跟佛陀 所以这都是佛的特有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也叫无上师 所以我们等解释一下 我来说 第七个叫调义丈夫 为什么说调义丈夫呢 因为佛陀任何人 他就有办法去调乎 他也有办法去调乎 他也有办法去调乎 那这个里面 这个调乎 不管这个人是只有得到出场的人 或者是一个反夫 或者是一个很愚痴的人 或者是一个低阶级的人 如果你们这样读过佛教故事就知道了 佛陀说法四十五年 上层渡国王 皇后 太子 皇妃 而且那时候印度分十五个国家 分六个大国 十五个小国家 不是这样的 就是一共有十五个国家 但那时候佛陀有办法度了六个国家的成为佛教 那说法四十五年 然后也有下层 就是完全没有受教育的 他有办法让他度成为欧罗派 这些都是佛的为等 现在人做不到 现在比如说老实话 现在我们能度到那些下面有没有知识的人 都可以成为欧罗派 然后上面三层的最高 受最高教育的爱因斯坦成为欧罗派 这个长不长得了 但是在那时候佛教的福报 跟他的威的就是这么大 他就 他一确有人 他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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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些很简单 这不简单 这样你们出来教我们就知道 有些人你跟教使品 大概是一样 有些人 而且你对不同的众生 这里面有个佛法 很多东西可以学 比如说一般来讲 如果你在修行修道的阶段 你还要去修 就会叫做四五万一支 四五万一支基本上就是要修学那个法义 要更深厚 所以法义这里就是说 对于这个法 你可能有义务 但是你也对它的地理 要更能了解 然后你对那个逻辑 要更能契合 不但是这样子 我们有个人 我们有个人叫做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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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是学什么的 他是我们的背景 你要怎么去跟他讲话 才能听得到 这个就是在刚才佛教里面 刚以前修行的话 我知道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现象 刚才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喜欢听这种 有人说哎呀我现在心得很厉害呀 我管你怎么样的 其实真正的一个佛法里面 不是这样看的来的 不过都是这样吧 佛罗面对你讲我管你怎么样的 来 做吧 没有人 佛罗是任何人白 他的根子当然啊 我们做的给要学习的人 就任何人白什么样的根性 他的调伏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是在跟佛学习 当然我们要以佛为达量 了解我讲什么吗 所以我当不是有时候 以前我又面对一些有些人 跟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跟我说 他说他觉得 这个就是怎么怎么样 他就不管他了 我当时不是说要管一下 你要适合的给他一种教导的方法 但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用一种方式 或者是就用一种方式 没有教导 但是佛教里面有种甚至出现 在佛教上面 但是佛陀凯迪斯认为 这不是最善强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 任何的真诚 哪个有人教导 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 一个叫寿万教 寿万一分两点 一个就是修行上 你现在你修得很高 但是你还要在修理 那你的法根源 这样才知道说 每个众生的 他的问题在哪里 也要给我讲什么 第二就是 语言善的修食 这个人的辈子是什么 要知道 所以你才会跟人沟通 对 这个就是 真理菩萨或者佛 一定是要具备这些条件 或者佛教里面在帮助 所以说 他说调义丈夫 就是这个意思 任何人都可以调义 那么当然 这个 就不论你们亲人到晚 他还提到调义丈夫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 他说 不但是这样 佛陀在一个系列里面 还把一只青蛙可以调入去 就是青蛙把 把一只青蛙变成了 到最后的青蛙 然后呢 会有这个福报 变成一个神 天人 故事来也是这样 快点讲 就是说 因为有一次佛陀讲 今天时候呢 刚才是青蛙 听到佛陀的声音 很高兴 所以他说 他是蹲在那边 所以他听不懂 但是他很喜欢佛陀这种声音 他蹲在那边 但是不巧 站在他旁边 有一个人呢 就拿来一个 一只管杖 这类的东西 他就是听得很入神 但是管杖一提起来 一压 就把他青蛙的 就把他听得压死掉 但是因为那时候青蛙 他的心 是全静 清静 就是听了这个佛的声音 所以他当下 他就升天到 这个 这个 三十三点去了 到天空去了 所以他变得青蛙 天神 好 所以 但是到那边 他不是有青蛙压死 然后他就一念说 我以佛的和报 会变成一个天神 他看一看 我本来是一只青蛙 如果有青蛙 要受这么大的罪障 业障 我可能会很多事 我才会变成一个 有理性一点的众生 更好 我才会变成天神 一跳就跳 一跳 后来他发觉 原来呢 他是在这个佛陀奖金的时候呢 他是这样子被杀掉的 所以他就很感谢佛陀 所以他就从那天上下去了 就迪迷了佛陀 那后来佛陀就问说 诶 是哪里有两个比喻 他就告诉他 是我 我是青蛙天神 因为 在这样的机会 我才会变成天 所以我是来跟你讲个谢谢的 这样子 所以这个 当然这是很有趣的故事 它是说明佛的调义众生 甚至这段事情 单单是他人的生命 他都能够反映 情况度成 院长 转为一个 从一个 乱 乱 这个世界变成一个 比较好的世界去 最后两个就是 他是天人师 天人师呢 简单讲的是 师的意思就是老师 这个老师也怎么要讲 就好像一个三队里面的首领 他们带来他们 渡过这种一难关 你知道吗 你知道 这个可能现在也比较能理解 像印度也好 或者是乌兰 中国也好 像这些叫什么 宋布人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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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啊 叫什么 走标车 就像这样 他应该 可能有点打结 可能是害他们 或者怎么样 还有可能有水喝 有没有野兽啊 这一些 他有办法的就带他们 做起来的困境 你知道吗 这个叫做老师的意思 那么这个老师呢 他是天人的老 天的老师 天神的老师 也是人的老师 这个我一直要跟你们强调的 也就是在里面的老师 一定要跟他们 如果你要问你 这个佛是谁啊 你就可以跟他们讲 他是一个天的老师 神的老师 也是人类的老师 好 另外为什么 不管是人类跟天神 佛陀对了能力 让他度过种种的困难 但他们最好找到这个正当的过位 正当这个灭坎的境地 了解吗 那么第九个跟第十个 最后的第九个就是佛 简单的佛就是一切该知的 他们是一个觉醒的众生 那么就叫做佛 最后呢 世尊呢 为什么说世尊呢 因为呢 他的威德最好 所以呢 他最值得那样尊敬的 叫世尊 好 我先讲到这边 后面有一页 今天我们继续讲 神调语念 今天我们就开始谈语念 按 按 坐面 放场跟回向 后面可以先看一下 但是讲到这边 我还是要提醒的 至少现在你们知道 在我们祝福的内佛今期没有好 除了你要内佛的话 要平常日时 在这边复起的期间 今期睡觉的时间都好 只要你认可没有事情做的没有 祝福要送经 祝福要你爱佛 要不然呢 你的念 你的心呢 都要 要不信叫内念 念这个佛 但不然呢 你就要议念佛这个功能 就赶紧学到这个十个 了解吗 好 这样的话呢 你就跟一确佛 现在这样 我们还可以谈到后面这个 这个念佛法 这个大连佛的这一部分之外 但至少一定要先知道每个佛的佛心 每个佛的特色呢 是不一样的 过去的是如此 将来的也是如此 那么过去的佛也是如此 将来的佛也是如此 他们甚至在怎么去这个佛果 断了什么烦恼 用什么法断烦恼 都是一样的 这个不论在什么样的佛教里面 都成为这个大运 所以呢 先不要耗盗我们一点 我们还是先对最基本的这个佛 也是最基础 你知道基础中最重要的 这个佛要有很深刻的表现 而且当你一念佛 所能设计的化学性 这样子的话 那么一切的兴趣才能去比较多 别忘记 全民谈了佛这么多功德 这些功德 他浪漫有点的推荐一念佛 终有一天 他还是能遇到兵趣的 这个变化的大伤 OK 好 那我先讲的基因 所以 好 谢谢你们的 还可以提及精神 对 一 ==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